你太棒了 太伟大了 怎么了 这事 你是想给我惊喜是不是 这么大的好事 你不告诉我 你打算帮我到中午 这行 今天无论如何咱们得庆祝一下 你怀孕了 你别喝了 为了咱们即将到来的孩子 我干了 太好了 想 咱们第一个孩子流产了 我当时就在想 我就怕你怀不上 不成想 这么快就来了 太好了 高兴点吧 这么大的喜事 高兴点 又是 我不想要这孩子 不想要这孩子 这好不容易怀上了 你为啥不想要啊 必须得要 这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 这什么呢 我知道你那些顾虑 咱们经济条件不好 和什么之类 从今天开始啊 你就别胡思外散了 我什么活都不让你干了 我把你像菩萨一样勾起来 咱们好好安胎 好好地把这孩子生下来 好好过日子 行吗 这日子怎么过呀 怎么不能过呀 咱们俩都在荣萱厂上罢了 一个月就拿这么点钱 包容你给大伙许了那么多年 两年了 实现了吗 你真的觉得 入屏气场有前途吗 我觉得是有前途 真的 你不能只看野虾呀 你得看以后 别以后 咱们有多少个人活 你看看别人 最近那边就能挣个亲妈妈 那有本事的 这个乱妈签那也是可以的 咱们呢 那是没有孩子 你听我说啊 一切都会好起来了 你相信我 我保证 我保证什么呀你 你都给我保证过多少了 那摩托你够买了吗 手机你够买了吗 就连我姻父过生日那个钱 你都是借的 这才勉强孕父 我这什么孕女 老婆啊 你 你说这些就没意思了 这孩子是我 我有权利决定要的 这孩子必须生下来的 我向你保证啊 我一定让你和孩子 过着好日子 你对我有点信心嘛 行吗 相信我 好了 别难过了 你这样对孩子不好 说吧 什么事啊 这么着急约我 确实是有件事情 想要请你帮忙 帮忙啊 我还有一个什么好事呢 反正有好事你也想不到我 这么说吧 我 我想借用你一段时间 假装我的男朋友 这 假装你男朋友 我 萨尔娜 你把我当什么了 你家养的小狗狗吗 招致进来汇着鸡区吗 这么多年了 我明着暗指追求你 对你忠贞不渝 可你呢 你从来没给过我 任何的机会 就在前不久 你还跟我说 要让我断了这份念想 你知道当时我有多伤心吗 就在我还舔着我流血的 伤口的时候 你竟然跟我说 要让我假扮你的男朋友 你很残忍你知道吗 萨尔娜 对不起啊 我知道我的这个要求 对你不公平 也会给你带来伤害 我先跟你说声对不起 但是有一点你得明白 爱情是需要双方都有感觉 才能擦出火花的 不能因为单方面的一厢情愿 然后就会觉得 对方是在故意伤害自己 其实这些话 以前我都跟你说过 我承认是我单方面的一厢情愿 我总是不停地告诉自己 要坚持下去 因为我觉得 就算你是一块石头 也会有被我融化的一天 可是你没有 可是你没有 我知道 也许是我自己不够优秀 或者是 有什么别的我不知道的 其他的原因 总之你不爱我 这我也认了 但是你现在要让我假扮你的男友 你觉得我能做得到吗 我知道 我知道让你做这些 确实是有点过分 可是我现在正在找不到 可以信任的人 来帮我这个忙 你怎么办 萨尔娜 告诉我实话 是因为王中天吗 是 有人在背后捣鬼 就想拆散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 如果他们得逞的话 那我们前面所有的努力 包括我们现在 刚刚走上正轨的事业 都将被毁掉 我明白了 在你们的棋盘上 我就是一枚棋子 你要是这么想的话 那我也没有办法 因为我也很清楚 世界上很多事情 都是不能勉强的 没关系 这个忙你不帮也没关系 就当我刚刚说的 我所有的话 从来没说过 再见 等等 小姐好 早 早 早 小姐好 早 早 小姐走 早 你这挺个人缘的 没办法 从小到大 我全面关系都好了 好了 我也到地方了 我给你走了 三尔那 老曹 介绍一下 这是曹万和 我同事 这是我男朋友林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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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总照顾我们家三尔那 严重了 严重了 我 没事 你忙去吧 好 你忙 你忙 好 走吧 三尔那 你好 好久没见了 好久没见 以后啊 会经常见的 差不多点吧 别迟到了 行 那我走了 慢点骑 路上小心点 你帮我吃好点啊 我知道了 走了 再见 这小子也能扶正啊 那怎么了 本姑娘愿意啊 这四尔那以后 这种所人听闻的事 怎么先通知我背上了呢 干吗要提前通知你呀 这事跟你们有关系吗 看你们俩这表情 太有意思了 我只听说过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没听说过鲜花要主动要插牛粪上 好 那个 我问一下 苏大叔来了吗 苏怎么没来呢 四两拨千斤的 这也算解了套了 你也不用开会了 也不用表态了 所有的难题 还有这场危机 自然就消失了 你笑什么呀 聪明绝顶 一招致敌啊 真是难为萨尔那了 是不是 他应该跟咱们商量一下 这些压力并没有解决 只不过转移到他那儿了 他还是顾全大局啊 雷风吹不温暖心里 我又想起你 多甜蜜 多甜蜜 怎能记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过来 干什么呀 老乔知道了 知道什么呀 知道咱俩的事啊 不是 他知道我怀孕了 他知道是我的呀 那你紧张什么呀 他非得把孩子生下来 生 生下来 我把话都给说绝了 我说 就他那点工资根本就养不起我们 他说他砸锅外铁也要把这孩子生下来 你说现在怎么办 我问你呢 现在怎么办呢 我说 你不是 你不是又来要钱的吗 我是不是掉屋底洞了 你流氓 他伸手了是吧 孙大胜 你到现在你还能说出这种不要脸的话 这不都是你干得去的事吗 你说这事我能跟谁说去 我能跟谁商量去 别笑点声 孙大胜 我告诉你啊 你真要把我逼袭了 我就到公安局去告你去 别别别别别别别 有事好商量 从长记忆嘛 喂 老乔 我孙大胜 你没打错电话吧 没有 我就是找你 我跟你说啊 我有单生意想找你一块儿做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就想帮你一块儿 他说你不是做水货有经验吗 没兴趣 你找别人吗 别问我呀 我跟你说 这单生意要成了挣个小十万没问题 什么 一个人吗 当然啊 两个人这十万有什么意思 时间不长 没几天 咱们就是去一趟广东 把东西运回来就行 就今天 来 来 咱们都是来 咱们 gord狱 咱们在前面 是啊 啊 事annen 我想请几天假 现在这么忙 你请假干吗 家里有个老人快不行了 我得过去看一眼 你家里还有老人呢 之前没听你说过啊 一个亲戚 在满洲里那边 那可够远的了 所以我想多请几天假 行吗 行行行行 那你就去吧去吧 然后你这边这个 早点去 早点回来 行 我明白 那你那边你都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 那行 那我走了 有钱吗 没多少钱去 那 先拿回来 给你 给你 拿 我都拿 你怎么办 我没事吧 我这一个人这这 家住着这儿 那都有吃的饿不着 谢谢哥 哥 你说咱这 那十万八万也都过过手了 咋还这么穷呢 那不是创业阶段吗 遨遥 最多停两年 再遨遥 行 那我走了 去 走 干吗呢 偷偷忙忙的 我没干什么呀 走 跟大哥喝酒去 我一会儿上班去 上什么班啊 大哥心里烦 叫你喝酒叫不动是吧 不是 那个意思 我那个 那上班就去 来 喝一杯 真喝不动了 喝 喝 我这点猫量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个喝不动 你自己喝吧 你这怂样 这酒是好东西啊 看你有新事啊 我跟你说啊 女人啊 没有不行 有了还是个麻烦事 麻烦 麻烦 您把王霞姐给 办了 不光把她办了 还有了我孙大生的孩子 从此麻烦就出现了 什么麻烦 麻烦 我得给她钱 不光我给她钱 我还 我还得帮着老乔挣钱 说是帮她挣钱老了 那就是从我兜里 分我自己的钱 怎么赚 怎么赚 做生意啊 我帮着老乔 我带着老乔做笔生意 什么生意 我做什么生意 你不知道吗 水货 是啊 只有那个来钱块 不过就是风险大吗 大哥现在这个水货 是不是比咱们那会儿风险更大了 那还用说吗 但凡是挣钱的生意 就没有风险小的 不过我告诉你啊 这单要是做成了 她老乔也能脱贫致富了 她也能好好地帮我 帮我分大胜养孩子 喝酒 来 来 请进 撒姐 花头 快快快 快坐 我坐 我得跟你说个事 你说 乔耀山 他要去南方 乔耀山去南方 他 他不是要去满州里吗 不是 他要去南方 他要跟那个孙大胜 去做水货生意 什么 你 你听谁说的 昨天孙大胜喝醉酒 亲口告诉我的 孙大胜还跟我说 他说什么 没事 你们俩可真是人精啊 什么事都忙不过你们 你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有危险的事 你还托这儿老乔去 他可是个老实人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我这不是想帮帮他吧 你老乔那日子 过得紧紧巴巴的 汪霞又怀孕了 汪霞又怀孕了 怀了 怀了 哎呀 一下就怀上了 你说这 这女人也真是好生涯 你说正事 是啊 我就是想带一带老乔 帮他挣点来粉钱嘛 不是 你 你 你们别这么看着我 纯粹是学来风 得了吧 你少在这儿装好人 姐 我还用装吗 不是 你赶紧说 那个乔乔在哪儿 我真不知道 真的 我就知道这次那货不少 这老马的人 我多拍了不少人手过去 行行行 我不用问他 我 我现在就上那有关部门 我就说说他走私的事 走走走走走走 你还愣你干嘛呀 哥哥哥哥哥 你带我去吗 我真当你没办法 行了 走吧 护眼灶 不管真是挺远 último 具体位置我也不知道了 你不知道 姐姐 我能瞒你吗 干我们这行你不懂 一旦接种分工不同 那互相之间 那也是需要保密的 那现在怎么办啊 乔 observation 乔 observation 来 这么大一片呢 你光寒你有什么用啊 就是 应该能听见的 你 你是戴手机的 你呼他呼他 我都呼他好几遍了 你再呼几遍 呼几遍 六八三八八 我知道 你就告诉他 然后你说 你大哥王冲天 在你家附近呢 让他赶紧出来 不出来我就冲进去了 行 六八三八八 三遍 呼三遍 呼三遍 好 好 好 呼了 以后这 咱们也得配 配这东西 要不 太不方便了 对 要用 这你拿来吧 好吗 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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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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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人家婚起便不出来呢 怎么回事 警察来了 传走私呢 快跑 跑 跑 跑什么 我们又没走私 你没走私 你能说幸福吗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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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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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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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我们联合成立一个 这个合并的工作小组 但是跟他们合作的时候 一定要说合并 别说兼变 要别让人心里不舒服啊 一定要是我们态度上 要 要尊重人家 然后具体负责就牧人了 牧人负责 主要是还是清查三厂的 这些资产还有人员 你都清点清楚了 然后我们争取在 这春天来临之前 就完成这个合并工作了 行 没问题 那关键市里边什么态度呢 她是全力支持啊 没问题 干吧 干吧 行 好吧 我们走了啊 来 谁啊 是我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瞒这么多东西啊 我来看看你啊 恭喜你也有喜的 王总命令啊 一定要好好地探视你 对了对了 土鸡蛋给你的 这个特别薄 你们都知道了 你说您怎么那么糊涂啊 上回我问你 你还跟我说不确定呢 说实话吧 到现在我也没决定好 到底要不要这个孩子啊 要 当然得要了 你啊 就别胡思乱想了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王总说了 从今天开始 你不用去上班 但是工资照发 这 这 这得好好谢谢王总啊 不过 不过 不过什么呀 我就知道 你肯定在担心那个 什么经济问题 你就放心好了 这不还有我们吗 再说了 得对我们牛奶气场有信心 对王总 对整个团队有信心 咱们以后啊 肯定会打一个翻身仗 你呀 就别再逼老乔了 你看吧 老乔 都 这一提起这事来 确实得好好谢谢你和王总啊 昨天要不是你们 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行了 都是自己人 何必那么客气呢 我觉得啊 老乔通过这件事情 肯定会吸取教训的 他是个聪明人 倒是你 别再胡思乱想了 一定要安安心心地 调养好身子 我们等着你的小宝宝出生呢 来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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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半天了吧 老刘啊 你约我吃饭 你怎么还迟到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七场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 事情是太多呀 抱歉 抱歉啊 好 那个不好意思 服务员 你好 点点什么 不用点了 就是把你家最拿手的菜 随便上 不用 不用 你听我的 炒个土豆丝 再来一个鱼香肉丝 不是 你这太客气 别再急 就这样啊 这老传统啊 不能丢 老刘啊 你找我什么事 你说吧 我知道 您是高风亮节 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好干部 是吧 但是 你也得为你们三场的干部职工着想啊 怎么讲啊 你说 他们来到七场 成了二等 甚至三等的员工 他们心里会怎么想啊 他们一定会觉着 你这个引路人 把他们带进了火坑啊 这 不至于吧 咱怎么也是国企 现在这企是国家的呀 老周 你是太不了解他们了 这个王中天 是野心伯伯 他一心想把这国企 变成他自己家的 现在这是明摆着 他自称是老板 在棋场一手遮片 他这种霸道 完结就是资本家的一副 都臭恶罪脸了 这怎么行啊 我向市领导汇报这个事情 不行不行不行 真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我跟你说 这个王中天哪 特别会哄骗人 这 他现在啊 把市领导哄得可好了 他都成了 他们心里的改革典型了 这 现在 趁他完全没暴露之前 你去向市里反应 市领导 肯定以为你不愿意合并 而且呢又反对改革 这样做对的太不利了 照你这么说 还就没有办法了呢 我觉得该合并就合并 人家这是改革的大局 改变不了 人家这是改革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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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你 一定要给自己 和三厂的职工 争取一个合理的利益 争取一个合理的利益 不受王中天的摆布 这七厂 绝不能变成个人的私产 一定要阻止他们 侵通国有资产的任何企图 这一年一年过得真快啊 转几天就这一年罢了 说题 看看 来 看看 我们的新衣服怎么样了 衣服别太帅了 看了 谁 谁给买的呀 秦木格妈妈 还有罗小谷爸爸 那你没谢谢啊 谢了 红包呢 罗小谷爸爸给 行 给就收拾吧 不要白不要啊 来 阿日 来 阿日 新年快乐 爷 怎么就给一百块钱呀 来 阿日 谢谢王强 真乖 行 都拜年了吗 拜年了吗 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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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王强 这个是我们 我们几个人的这点意思啊 哥哥哥 不用不用 你年底都发了好几千了 又让我说 这什么给你呢 我说给孩子呢 可是孩子还没出生啊 没出生就挺快乐嘛 这 反正这是一个祝福啊 祝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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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新年快乐 谢谢啊 是的 你们 拿着 拿着 吃饭快乐 来来来 吃饭了 坐了 坐了 来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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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桌上桌 来 吃饭了 坐吧 快坐 来 一块儿啊 这块儿玩 好 玩 我给你拿着 来 倒吧 倒吧 都好了 来 都给你 三儿那 你快过来吧 快过来吧 看那脚子好了 都弄好了 我都弄好了 坐坐坐 来吧 你说两句吧 你说吧 你说你说 你是领导 那我啊 就祝大家新春愉快 事业有成 新年快乐 来 谢谢 谢谢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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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我不能喝啊 我意思意思 来 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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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菜啊 吃菜 你们都不知道 我这次真得感谢中天 和三儿子 好 要不然我这会儿可能是在 牢里面过来 过年呢 你这不谈的客气事 不提这个 中天说得对啊 不提这个了 不说这个 不说这个 快吃吃吃吃 吃菜 吃菜啊 佑姐 您这手艺不错呀 是吗 那你就多吃点 中天 你们那个 皇家菲尔集团的谈判 进行得怎么样了 一切在进行中 是不是有什么困难 别提了 他们觉得咱们这 地理条件比较偏僻 基础设施差 而且生产规模也不大 地理偏僻怎么了 我们这可是传统的 牛奶生产基地 基础设施差 现在带他们多走一走 转一转 他们就能看到 政府的这个建设力度 至于这个基础问题嘛 他们是商人 他们应该比咱们还清楚 如果我们技术好 我们请他们干什么呀 一张白纸好画画 这个话你要原话 跟他们讲的 太好了 姐夫 下回我就能跟他们谈 好 没法 来 饺子快好了 快 中天 那个三场合并的事怎么样 都在谈 就是手续上呢 还有一些事 开春吧 开春基本上完成这个合并 好事多磨 你这个良好多 起来 又来吃饭饺子吧 来 哥 来 宝贝 来 这儿 这儿来 来 来吧 咱们共同举杯吧 好 预祝新的一年 牛奶奇场 前途辉煌 好 来 来吧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这个管理团队的调整方案 已经批下来了 主要就是增加了咱们三场的 这几位领导 但是咱们还是要隆重的 这个介绍一下 周姐 周柯南 大家可能都认识了 三场厂长 好 好 好 余兄 余少平 原来是三场的技术副厂长 马兄 马重量 三场的总工 马兄 马重量 三场的总工 来了 周姐 余少马兄 你说几句吧 没什么说的 没什么说的 不说了 三场没搞好 以后跟着你们好好搞 过来几天了 感觉到你们这里啊 气氛确实不同 上上下下 从厂部到车间 没人砍大山 没人打麻将 没人干私活 在工作时间里 每个人都是全心全意 一路小跑 琢磨正事 周姐 我这不是批评我们三场厂 没什么 批评也是应该的 我们三场要搞得好 今天就不会坐在这儿了 我觉得现在已经不错了 那个厂子虽然垮掉了 但是你们个人 起码还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像我们这些人 我们要干不好 就以后我们这些人都 要饭的地方可能都找不到 很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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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蒜池 好 姐 花头 快进来 姐 我替你报仇了 报仇 报什么仇啊 刘永德呀 她怎么了 真的 厉害吧 你呀 我知道你是替我报仇 可是用这种手段 这不太合适吧 跟她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刘永德那种人 你不知道 她有多恶心去那种地方捡 想想就恶心了 不管她是什么样的人 咱们不能跟她一样 对不对 以后碰到这种事 要提前跟我商量好不好 好 不管怎么样 你今天是为了替我出气 谢谢你 没有 我就不想让姐那么难受 我知道 那我走了姐 你去忙吧 拜拜姐 这个花头真是太不成熟了 太年轻 这刘永德这刚进法郎的门 她就打电话报警了 你 你给刘永德留点空间呢 你让让警察去抓现行啊 结果人派出所来电话说 政绩不足 人放了 给她放了 那我说这花头 有的时候她做什么事情欠考虑 你起码你是商量一下呀 你这样的话呢 刘永德很可能反咬一口 她会大喊道叫说 你们这是诬陷 你们这是陷害我 她不会这么无耻吧 你说呢 你等着吧 好 仲天啊 今天你们心情怎么样 什么心情呢 就是是不是很得意呀 行啊你们 为了对付我 连陷害的手段都适上 老杜是这样 你这个事我们也是刚刚听说 派出所打来的电话 你刚才说那个陷害 谁陷害你啊 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不知道 什么 她话上说回来你 你没事你到那种地方去干什么 哪种地方 发廊啊 发廊我不能进吗 我去按摩不行吗 我被牛奶欺赏啊 心情恳恳工作了大半辈子 我腰疾老损 我腰间般突出 我进按摩不行吗 我没头 我蹦起发廊吗 我洗头不行吗 我进发廊我没法吗 行 你不用喊 你不用喊 行 可以 你这个理由跟别人说去啊 我不爱听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还是说说那照片的事吧 这事我一直没跟你说呢 别别别说你没用 我一直没有追究这个事 是因为我看你年纪大了 你 你上岁数了 你是老同志 给你留点脸面 虽然你这个事做得很龌龊 但我还是忍了 我现在目前看啊 你 你恨的不是我 也不是萨尔娜 也不是牧人 也不是我们这个团队 因为我们之间跟你没有什么 那么多的私人人员呢 你恨的是这个变革时代的速度太快了 这个时代让你不可能像过去那样 你像还在这个这个国营的小厂这个 厂厂的宝座上那么一直待着 有劳保 有医疗 你可以躺一辈子 最后还有人给你养老送终 但现在不行了 铁饭碗完全打破了 什么都没有了 当然 我要给你肯定 因为你还在 对漆厂做着一些贡献 对啊 我已经做贡献了呀 但是为难你的不是我们 是这个时代 我们只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 哦 又是这个时代的 优优独播剧场 哪个是什么